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回来节目时间 我们听听观众的电话 是啊 好啊 很多观众 旁边我们有曾生的曾生 你好 你好 早上 曾生 怎么看香港特首曾生的 潜见的问题呢 是啊 华中你的华中问题 我觉得如果他身份特首 或者其他问责官员 如果有这样的发生 应该即时处理 查查 因为既然立了法 就要遵守了 是吧 你对昨天出来讲的那些说话 你有什么意见 收不收复 我觉得好像推 不关我事 不是我做的 賴得就賴 是啊 没错 做一个特首 就等于好像以前做一个皇帝 就是朱元璋立了法 不允许贪官去贪贪贪 如果是的话就会怨罚的 当他的儿子朱文静 真正正最后去贪贪贪贪 他到最后派了刘伯温去明察暗房 最后知道果然属实 他都好 明白了 即是要以身作责 好明白了 谢谢你和我们的分享 谢谢 另外有周生 我听见周生的意见 周生 你好 事事全方位 你好 周生 我觉得 你好 你好 如果你问我 我自己个人觉得 他不是败败的 因为他有他的原则 等于我很多市民都是这样的 买了一间房子回来 谁都说 难道你真的去贪贪 只能靠律师 靠地产 靠那些人 信那些人 特首他都说明 这间房子完全是白 一直这样 跟着中途转过手 究竟人家有没有做过事 只能说他可能有疏忽的地方 最多是顶着我来说 他又疏忽 但是你说他卸责 没有的 因为他都是一个守法的人 他都说有人有警察 他会拆 难道他每天都由头看一次香港的法律 续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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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吗 我想这议员自己都没有这样做了 黄庆史先生他早前都有事了 说真的 还有那个什么 刚才我看到大律师 原来投诉那个人 他自己都有事的 你说什么 大律师自己有 自己最 对立法律应该最清楚的 他自己都有事自己都不知道 好像还是钉了 他知道钉了 没错都没有理 所以有时觉得有些东西 不要因为他是特首 就好像特别 但是你说我对他要求高 我固然我对他要求一定高的 但是他已经说了一个原因 说了他自己所做的事 他已经证明了他真的有做到 那他做了什么可以做呢 如果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一个神仙 他肯定不是这样处理香港的 好 多谢你 谢谢周先生 有这个问题 不怪业主这么生气 有两点我想和周先生说 第一就是 那个丹麦是他和他老婆拥有的 不是说他爸爸或者他亲戚 是他自己拥有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孙明阳 潘杰出事 我刚才说了 他还叫了所有他的团队 他的属下 他说看清楚大家有没有 那为什么他不看自己有没有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还有特首他是 大家 那些市民会觉得他是 第一他是抓职人 就是他如果他有事的话 那我作为小市民 我以前因为这些东西我拆了 那我就觉得很不值 是这个因素的 就是我不是觉得是性人 或者百分百完美 没有人要求他完美 只不过有错就要赢 打就站定 可能真的不知道 他买回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是啊 没问题的 那一旦 现在被人质疑了 我觉得那个反应应该是 用一个合理的 就是了 因为大家明白他是特首来的 事实上对他有期望 总之有没有错拆了先 而事实上的问题就是 再申请也可以 他要考虑他任何姿态 对社会展示的示范效果 我觉得同一个角度来说 他昨天的反应真的令人失望 那带来一个更重要的 昨天我都问他工程师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作为买楼的人 我其实假设 我假设 我都很厉害遷建 我买楼 选了个旧楼 哇很棒 但是我心里都 一直怕 不知道有没有遷建 但是原来找工程师验要很久 要时间又成本的 你说明做消费者都挺惨的 你是不知道的 有时候觉得 之前特首的人都对的 我真的不知道 沒有買家就出市 我覺得有兩個中介人 他應該有角色幫那個消費者的 一是地產代理 二是律師 你買一買一定有律師的 那個律師應該有一個責任跟你查 是這家有否潛建 有沒有多了一些東西出來 我覺得律師收這麼貴的 他收的費用 不是只要簽個名字 是不是 他是有這個責任跟你去查這個建築物 有沒有現存有什麼問題 釘契也好 警告的也好 有紀錄也好 他要跟雙方 起碼買家 消費者是要提供這個專業的意見 你會不會說買家買了 突然要去拆 所以有些人都是生氣 所以現在有惡性循環 因為那些屋子買賣太方便 大家都沒有問題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問題是大問題 我買的時候一定要找人查清楚 只能買 但是要給錢的 我又懷疑我就不買了 結果就是一個良性循環 以後如果那間屋子打算都會賣的 你就不敢亂弄東西上去 因為弄東西上去之後 就會令到你買賣的時候有困難 現在就沒有了這些非法律的制約制規範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反而你剛才說的最重要的 如果每個人都有這個心 知道我真的要找人查清楚 我有懷疑我寧不買其他人 那你那些業主要怎麼再做 或者你說以前 我有一次問一些去外國買樓的那些攤位 我打算買 假設買樓很快而已 香港幾天搞定 不行啊黃先生 我們三個月 哇 三個月為什麼 沒有啊我們要找工程師 剛才新樓都要檢查 出了那些紙 滿意 就是律師才會做下去的 香港完全沒有 所以就怪不得先偉者慶就說 我買回來 我不知道佔建 哇 買回來佔建 那怎麼辦 要我拆啊 那就死了 所以你剛才看到你們的新聞片 有些經紀說 每個人都這樣做的 拆了它 自己簽回 整個萬多二萬 就是你看到香港的地產經紀 很不負責任一面 香港的地產行業有這個問題 為了促成的成交 它是不理的 它明知道有事 它都是稅你做的 亦都無視這個釘契的做法 那怎麼做呢 我想這個 剛才說了你那些地產代理 其實我們有監管局的 地產代理 走位投訴 我覺得他們都要和他們那個訓練 不可以只是說佣金至上 盡快交易 代代走人 就是不可以這樣 就是Max說三個月 外國水外國那些地產代理 你收的佣金不是現在 1% 1%是6% 是6% 是7% 原因就是要做很多這些事情 當然我們是不是要收6% 當然我這樣說 那些消費者 不可以的 買樓這麼多 但是起碼那個 它的專業地產代理 如果要專業的話 它應該走專業路線 它拿牌 應該也要把這些工作 我理會你6%還是1% 就是你是專業資格 你是專業資格 你是專業 你有操守的 有一個操守準則 現在 還有一些誤導性 也不應該說 是啊 所以難怪有時候 有些觀眾都會說 特首都不拆我 沒有理由要拆我 或者我買的時候 是這樣的 為什麼要我拆了 屋宇署沒有喊到 其實是有道理的 因為 我請一個工程師 檢查一次 原來真的在講幾萬元 但是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 現在怎樣 要考一下林鄭月娥發展局局長 有考考特首時代 政府一年 接下來很快要開特別委員會 發展委員會會 特別會議會簽建 就是要交數 沒錯 各位官員 我想說家人等等 都要看看 是的 沒有事先 是的 又要掏幾萬元 找結構工程師第一次 是的 結構工程師和七糧師 他們在這個行業 很蓬勃 是的 一定有受惠 沒錯 多謝 不用起基建也行 沒錯 多謝我們嘉賓 也要多謝我們觀眾 今天打電話來和我們分享 明天我們九點半鐘再見 拜拜